今个星期是中国经济的超级数据周 如果想知道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 就要看今个星期的数据 尤其是星期五的第一季GDP的数据 不过今天中国也宣布了它的CPI和PPI 作为第一炮的时候来说 这两个数据都叫做开门熊 有一个好的启示 也都令到A股的时候来说 今天是上升 CPI和PPI,CPI即是消费物价指数 PPI就是工业产品出厂价的指数 外界一向关注的时候来说 就是关注通胀数据,即是CPI 今天的CPI公布的时候来说 3月份CPI是2.3% 比起外界预期的2.5%的时候来说是低 对中央来说 其实CPI在相对PPI来说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只要CPI不要升近3% 不要突然急升 其实现在全球的通缩环境下来说 中国其实通胀不是那么大忧虑的 今天CPI2.3%都有一个好处的 就是中国的偏松货币数据的时候来说 仍然可以继续用偏松货币的政策去谷这个经济 但是如果我们看中国经济前景的时候来说 其实PPI比起CPI来说是更加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PPI就是涉及到内地的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 其实内地的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时候来说 其实已经连续四年下跌了 今天的时候来说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时候来说 是跌了4.3% 比外界预期的为低 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按月比较的时候来说 PPI比起上个月的时候来说 还有0.5%的上升 这个是2014年1月以来的时候来说的首次出现 为什么PPI价格是这么重要呢? 因为你想想 PPI四年来持续49个月的下跌 相对于49个月前的时候来说 现在PPI的累积跌幅已经跌了13% 意思是什么? 就是四年前一个工厂出厂的一个产品价格100元 现在只是买到87元 那结果是什么? 工厂就没有利润了 甚至亏损了 工厂亏损不是只是工厂的问题 还会令到的时候来说 银行外坏涨上升 所以PPI问题不解决的时候来说 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 对于中央来说 习近平今年推出 供给质结构性改革 首要任务就是去产能 去产能的时候来说就是要令到 减低一些个性产能 减低一些僵尸企业 令到的时候来说 好的工厂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他们的出厂价格的时候来说 不单止不再下跌 而且有机会回升 令到他们利润提升 银行的债务问题也减低 那么中国的经济 从而才可以走出这个谷底 而今天大家看到 PPI的数据 是比预期中理想的 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 3月份的时候 石油价格 资源产品价格的时候来说是站稳 但是对于中央来说 看到这个PPI至少跌幅减少 甚至按月有所上升的时候来说 只要跟着继续用 偏松货币政策 和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 托得住企业 从而的时候来说 就可以托得住的经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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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